這個放在哪裡 現在是放在南區 是我們雲家家南 那這個地方剛好就是雲林 我們今年非常沉蒙雲林衛生局 雲林的大力支持 今年它是七期醫療網的 明年是最後一年 今年是前一年 那我們從今年 我們要開始寫八期醫療網 那這個八期醫療網 我們很希望大家在這兩天的時間 能夠把你們一整天努力 成果展現出來 然後我們揚善 我們把我們好的一面 讓大家都能夠來學習 那我們衛福部醫師司的同仁 各科科長還有我們的同仁 都親自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們醫療網 以及醫療資源整合 我們的重點還有我們的觀點 醫療網從這個75年開辦至今 那這是醫療網的第七期的 最後的兩年 那在第七期規劃裡面是 所謂的領航時代 那當然希望能夠落實在病人安全 醫療品質的一個提升的計畫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針對我們所有的 不單是過去的醫院的一個變成安全 那麼今年也推動到診所的變成安全 的話題上來講 那希望能夠提升我們整個醫療體系 對病人就醫環境的一個安全體系的建制 那當然另外一個區醫療網 透過區醫療網的整合 能夠拉近我們民眾在就醫的一個方便性 跟可進性 在整個醫療資源不平等的情況下 能夠透過醫療資源的一個整合 能夠讓我們民眾在這個部分 能夠獲得更大的一個保障 如果這個各縣市的衛生體系 醫療的重要的主管 能夠匯集在雲林 這個是我們是應該可以這樣講 善解雲集 然後希望能夠從這邊點亮雲林 同時未來能夠點亮台灣 今天我看到的議程裡面有很多 包括這個各縣市的衛生局 都要做相關的一個成果的報告 好像老師還要給我們評分對不對 所以今天大家都很緊張 就說是這個卯足全力 要把藝人成果都把它表現出來 看怎麼樣把我們的所謂的 這個醫療社區化 能夠讓社區的部分的力量也投進來 那這個是有祝福各位 我們來自各縣市的夥伴們 在這兩天的交流裡面 都能夠有好的成績 可以看到各縣市的優點 明年我們要把醫病年度目標裡面 大家特意知道 我們把什麼放在第一名 提升醫療照護人員之間的有效溝通 這就是我們病安工作的八項的 這個重點目標 這部分我們一樣把醫病溝通 放在第一個重要的病人安全工作目標 最後改變需要大家一起來 為我們更美好的醫療 以及醫療網來奮戰 戰